大水過後百費代薪 受創嚴重的東石鄉長壇村 一早也湧進大批國軍弟兄 卸入鄉親清掃家園 只是幾天下來 因為大量搬運泡爛的家具 一不小心就會受傷 目前受傷就是在搬運的時候 有一些碰撞或一些擦傷 大理醫院在這邊開設的地方 也都有獲得一個充分的一個 一個一個條理 不捨軍方弟兄受傷 此疑經會緊急提供 大愛感恩科技最新研發 具有防穿刺功能的手套和鞋墊 提供辛苦勞累的國軍弟兄 更安全的防護 一對一對的國軍弟兄 陸續到鄉親家中 清除廢棄家具雜物 戴上防穿刺的手套後 感覺更加順手 除了國軍動員任立位受災鄉親提供協助 還滿好用的 木板的那些雜物會怕刺到官兵的手 那我們就沒辦法在執行 底下的救災人 防刺的這些手套 我相信對我們官兵弟兄 在執行清掃工作的時候 都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防護 那我們在這邊也特別感謝 慈濟大愛的精神 除了國軍動員任立位受災鄉親提供協助 大林刺激醫院醫療團隊 也連續第七天進入淹水嚴重的地區 提供鄉親全方位的醫療服務和關懷 希望陪伴鄉親早日走出淹水夢魘 大愛新聞王秀芳 林欣宏 李明峰嘉義報導 進入淹水夢魘